如一门 灵气最为充裕的洞府之内 方兮默默望着眼前一枚五色环 暗自沉吟起来 此物自然是混元宗传承至宝 四街巅峰的灵宝五行环 他与凤十三交易 除了凤传文之外 还可以在那三件宝物之中 任选两件 天文珠内丹于他无用 于是方兮自然选择了五行环 与凤元丹 没想到当年一别 起起落落 你最终还是落入我手 两久之后 方兮感慨道 念及自己与混元宗的一番念缘 应当是从仪陵谷尤家开始的 好吧 如今仪陵谷早已是自家产业了 太书红还苦巴巴地镇守在那里 几次想要调回翡翠岛 都被钟红玉给否了 也罢 我与混元宗的因果 从此了结 方兮眼眸一闪 喷出一缕青色阴火 开始灼烧五行环之上 那一层类似羽毛般的封禁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许久之后 嗡嗡 青色封禁尽数消失 五行环长鸣一声 五色轮转 从巴掌大小化为菩萨大小 有惊人的灵光爆发而出 方兮大手一抓 稳稳拿住环身 冷声道 如今人妖两族大战在即 本人也即将上战场 五行环你也不甘 被妖族封禁羞辱吧 还不速速助我 下一瞬 方兮感应到了五行环的气灵 在气灵帮助之下 她的枯荣爵法力 宛若一条青色长龙 轻而易举地冲入五行环最深处 在一道道禁法之上 留下自己的法力烙印 继而鸣刻弃灵 纪练五行环 需要修炼金木水活土五行中 任意一种功法 当然 若是修炼混元觉的五行肢体 自然最好 方兮的纯木属性功法 也勉强符合要求 她感受到五行环 已经被纪练如意 顿时轻笑一声 一道法力注入 尝试催动此环 哗啦 蒲扇大小的五行环之上 一道静置浮现 青光暴闪 漠然化为一根根青光暴闪的 木枝花蕊 花蕊生长 萦绕在芳西周身 继而有一片片夜火红莲 一般的花瓣绽放 夜火红莲宛若花苞 紧接着又有土黄色 纯白色 幽名如同黑水一般的花枝 花叶 花精 以木生火 以火生土 以土生金 以金生水 此为 五行相生 颜色各异的花蕊 花瓣 花叶 由内到外 将方兮层层守护在内 这是 微缩版本的武器朝元大阵 望着青色光辉内符文闪烁 如同花蕊 五行轮转 最外围被一层夜火红莲包裹 令自己好似被守护在一株五色莲花之中的模样 方兮若有所思 如此五行轮转 生生不息 这五行环的防御 当真惊人无比 纵然元英后期的大修士突然袭击 一时半刻之内 只怕也拿着武器朝元阵 没有丝毫办法 混元祖师当年的天赋才情 着实惊人至极的 可惜 后人不孝 或者说找不到另外一位五行之体 难以发挥出此宝绝大部分威能 方兮也不是五行之体 甚至都不是修炼混元绝 只能在气灵的辅助之下 勉强发挥此宝七八成威力 饶氏如此 作为一件护身之宝 他也非常满意了 他再次掐绝 五色莲花被五行环一收 又附着于他身上 形成一件五色战甲 而五行环幻化为八仙桌大小 环绕在他周身 化为双层防护 收 最终 饰演了各种功法之后 方兮满意地将五行环一收 气海丹田之中 主元英笑嘻嘻地伸手一招 一道五彩光滑飞落 套在他的手腕之上 化为一枚五彩手环 祭练了五行环之后 方兮又摸出一支玉瓶 里面装了一枚凤元丹 虽然他不知道凤十三与天龙尊者 唱了一出双簧 但对于此等丹药 还是十分小心谨慎 作为四阶炼丹师 方兮如今对于检验丹药 自然有一套自己的办法 经过各种测试之后 不由略微点头 的确是不可多得的灵丹 有突破瓶颈与严寿之功 只是妖族奸诈 其丹药能不吃最好不吃 此丹对于元英中期之后的突破 也没什么用 至于中期瓶颈 应当困不住我 自从优化了原本灵根之后 方兮自存资质 已经超出许多元英老怪 再加上有着诸多资源相助 哪怕不用凤圆丹 突破至元英中期 也没有多少问题 此等来历大有问题的丹药 自然是 方兮一拍灵兽带 小青浮现 灵慧的毛子盯着凤圆丹 带着一丝渴望 原本还想为你找来 一枚天凤内丹的 没想到 你竟然对此丹大有兴趣 方兮摸了摸下巴 凤圆丹 莫非此丹炼制之时 加入了天凤一族的精血 甚至本源之气 罢了 既然你如此恳求 本座便成全你 他抓起丹药 微微一弹 凤圆丹便落入小青嘴中 小青欢快地鸣叫一声 继而就开始炼化此丹药力 旋即 他竟然好似喝醉酒一般 变得东倒西歪起来 最终一头栽倒 昏昏沉睡过去 方兮目中紫光闪烁 一番检查之后 确认其没有太大问题 只是需要沉睡来消化 凤圆丹的庞大药力 也就放在一边 随意从储物界中 摸出一本兽皮书 这兽皮书乃是那五行邻足的储物袋中所留 尽数用妖文写旧 最后几页甚至是凤传文 如今方兮好不容易换到了妖文传承 自然要开始好好解读一番 他手指抚摸过兽皮 感受到其中的凶残之气 不由暗自点头 应当至少是四阶的妖兽之皮 能以如此重要之物记载的 应当不简单吧 方兮取出预简 翻到兽皮书的飞页 一一对照起来 天 天妖 杀戮 毁灭 仙人 修仙者 在兽皮书飞页之上 有五个妖文 而妖族文字 更加接近象形文一些 但每一个字体之中 却又可以表达多重意思 需要方兮自己体悟 解读 他翻找预简 勉强将飞页之上的书名 解读而出 天妖露仙策 果然是一部妖族的修炼功法 可惜 我是人族 大部分妖族功法秘书 都完全不适配 根本无法修炼的 即使如此 抱着学习观摩的念头 方兮还是继续翻到下一页 开始翻译起来 时光如水 岁月如缩 转眼间 便是数年过去 方兮并未怎么修炼 而是沉浸入妖文的学习 与研究之中 相比于大有进步的普通妖文 对于银传文的学习 则十分缓慢 哪怕手上有一缕 原鹰残魂 可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学习 方兮依旧徘徊在入门阶段 饶氏如此 从残魂中得到的知识 令方兮知晓 她这速度竟然还算快的了 据说 若是对虚空大道 没有丝毫体会与感悟的修仙者 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入门 按照方兮估计 这应当是她之前研究空灵根 净空服 以及时常观摩 参悟诸天宝剑的缘故 相当于提前打好了基础 洞府之内 方兮一手拿着天妖路先策 一手拿着玉剑 将自己参悟到的功法秘术 一个字一个字的烙印其中 这天妖路先策 果然是妖族功法 任何妖族都可以修炼 甚至可以一路修炼到反虚期 绝对是我所见过最高级的功法了 可惜 可惜 按照方兮的见识 一般的妖兽根本不需要功法 只会本能地吐纳天地元气 唯有等到度过化形天节之后 才有可能从血脉记忆之中 获得一些功法与秘术的传承 品阶也不太可能超过天妖路先策 此功法我虽然不能修炼 但等到小青化形成功 若所得血脉记忆之中的功法不如此策 那大可以给它修炼 甚至 大青那条死咸鱼 也可以先学会 上面最开始几种保命秘术 此妖学习此种苟命之法 一向颇为擅长的 方兮一边烙印功法 一边参悟此策 对于妖族的修炼 顿时多了几分理解 妖者 天生桀骜 欲成王者 当采万妖之灵 以修自身 莫非妖族王者 竟然不是天生的 而是可以后天修炼而成的吗 采集万妖之灵 掠夺其他妖族的血脉 甚至本命神通 继而完善自身 果然凶残 不过妖族之间 本来就可以互相吞噬 老虎就从来不会 将兔子小鹿 当成铜族一般 也不算同类相识 方兮又看向几篇翻译过来的秘术 与妖族法宝 顿时知晓 妖族对自己人更加凶残 秘术先不说 在法宝之中 与妖环的炼制之法赫然在列 而此物竟然只是最差的那一类 莫非大名鼎鼎的灭妖三宝 最初是从妖族之中流传出来的吗 他心中有些疑惑 继而又看到了一尊 令他心动不已的法宝 索妖塔 此宝有五阶潜力 以万妖灵穴祭炼 威力可不断上涨 祭炼至五阶之后 拥有极其强大的虚空神通 甚至可以辅助修士 横渡太虚戒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